你们看这穷军 已经过季了 全部都烂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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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走了 他们都热情完了 这两个小家伙还一直没完没了 好了好了 走啦 他们宁愿睡在这个洞里面 这个洞里面很凉快 你们几个家伙睡在这里面也挺好 以后你们就睡里面了 好了好了你别舔我 大哥我都把你给忽略了 你今天到哪里玩 你看这个花纹好漂亮 我都把你给你帮我 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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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快点 爬上来 走 吃饭了 别挡路 让开 别挡路 让开 都有 来大黄 你这里 小虎 这里 过来 这里有 今天是到那边 我们这边的核心保护区 所以就没把那四只小家伙带过去 其实有不少粉丝朋友觉得有点疑惑 他说那个鸡窝怎么没有鸡毛 也没有鸡屎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也没打扫过那个鸡窝 那个鸡窝是他自己找的 也有粉丝朋友他叫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鸡蛋那么干净 我也不知道 他鸡蛋就是那个样子我就拿出来 他说他家鸡蛋的话 蛋上就带有鸡屎 带有鸡血 那里面有谁知道的可以解释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不少朋友问我 说被蛇咬伤怎么处理 这个我不能乱说 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 那既然这么多人问的话 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一点小经验 只代表我个人的小经验 无论是被什么时候咬伤 第一件事就是花一秒钟时间 来来来来在这里过来 先去确认一下 只要一瞬间一秒钟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蛇 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是首先要做的 因为无论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 他把你咬一口之后 他不会一直在那里等你 他就走了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是什么蛇 然后你再去就医的话 这样会有点小麻烦 这第一件事先花一秒钟 看清楚是什么蛇 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用 附近有没有水 没有水用随身带的水清洗伤口 把它毒液挤出来一部分 不要用嘴去吸 如果用口去吸的话 如果比如说你口腔有溃疡 那这样就会很麻烦 第三步就是捆扎 捆扎不用捆扎的很紧 就是捆扎了之后 你一个手指能够擦得过去 而且捆扎了过后 每隔10到20分钟要换一个位置 向上换不要向下换 一般咬就是咬到脚 是不是 然后的话 每隔10到20分 再往上面换一个位置捆扎 不要一直捆扎一个部位 然后第四点的话 就是说当然了 你随身带有消毒药品是最好 没有的话 如果你附近 你懂的那些解毒的那些中草药 也可以缓解一下 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求助 打电话求助 心不能慌 不能有剧烈的运动 如果说你心很慌 很慌乱 剧烈的运动 它毒液扩散的更快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小方法 其实我有很多都是不懂的 就是我低着气的一些经验 还有很多朋友看得起我 还问我怎么减肥 这个真的我不知道 他说我怎么不长肉 我不长肉的原因 可能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 我吃的比较素 而且每天的运动量很大 又打雷了 可能晚上越下雨 你不吃了 这只小猫现在只吃猫娘和肉 过两天去钓鱼 给它钓一些新鲜的鱼给它吃 是一样的 这西红柿你更不吃 鸡蛋你都不吃 你还躺在这里睡吧 我只要一坐下来它就躺在这里 它还打呼噜了 它还打呼噜了 你下去吧 我这个盐洞里面是不热的 我这个盐洞里面是不热的 冬天不知道会不会呢 我们这边冬天每一年都要下好几场大雪 而且冬季的时间比较长 你干嘛一直睡到我身上呢 好了我要去数机了 下来吧 它就一直躺到我身上 下来 睡你自己的房间嘛 天黑了 这152只让在柱树上吧 咦 今天怎么没看到了 换一个树枝了吗 不会在这里面吧 也真的在这里面啊 123456 真乖真乖 好好好玩了兄弟 大哥玩啊 等下 那一会儿 好啊 好啊 小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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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